裡面呢可以幫助我們大概就是比如說像幾個點 比如說像CATS裡面 它裡面有那個所謂的增加什麼 增加那個隱藏欄位的部分 其實你隱藏欄位這個當然圖形化 對於尊貴來說是非常的棒 這個部分的話呢 也不是Eclipse可以取代的 因為它其實要增加隱藏欄位 我講過嘛 可以從這邊增加隱藏欄位 那隱藏欄位的話呢 當它按送出的時候 會順便把隱藏欄位裡面的值一起丟給誰呢 一起丟給那個表單 所指定的那一個 比如說表單最後指定給誰 指定給這個 有沒有 那它就會一起 那方法是什麼 GETS 也就是說它按一下更新的時候 為什麼它可以Update 順便帶其他東西 那就是因為呢 這個表單本身 按一下它的時候 那會指定給它 丟給它什麼東西呢 就是旁邊有 這邊有兩個隱藏欄 這個是我後來增加的 就是這兩個隱藏欄位 會順便丟給它 那比如說更新 像更新的話呢 這個地方怎麼運作呢 因為原來已經有個數量了 假設原來數量是1 那我要必須什麼 先把它記下來 所以記到哪邊呢 記到這個 這個 先把它舊的先記下來 然後呢 再來這個地方一個Value 這個Value是Update 因為我這個動作是Update 等到它改成什麼 改成2對不對 那我勢必怎麼樣 按下更新的時候 再把這個數量裡面的東西 也順便帶過去 然後呢 把舊的更新成新的 然後再重新算一下金額 這個就是它大概流程是這樣子 不過有的時候呢 在追溝油裡面 你大概只能推敲 也是蠻抽象的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呢 希望能夠怎麼樣 讓程式 我也可以知道說 它跑到哪邊 它做了什麼事情 回傳了什麼事情 加了什麼東西的話 其實可以透過什麼 透過Eclipse幫忙 所以我剛剛講那個Eclipse 那它就很方便怎麼樣 告訴我們 像我剛剛做的就是 因為第一個 它按下更新的地方 是在那個Cut這邊對不對 然後當它按下的時候 它有丟過 丟給誰呢 丟給它 它哪個地方呢 就是Update這裡 所以它會傳一個Update 如果是Update的話呢 它有幾個參數過來 然後做了什麼事情 那我們其實可以在這個地方 設中斷點 中斷點之後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去查看 裡面的變數 到底傳了什麼東西進來 然後將來我傳出去的話呢 是傳什麼東西 到另外一個 就是另外一個地方 再來就是觀察什麼 觀察整個物件裡面的變化 比如說這個地方的話 我接收到之後的話 那物件這裡面的話 它會呼叫什麼 呼叫這個物件 的這個方法 就是去修改裡面的值 那修改裡面的值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是 這個物件裡面的值 是從透過這個方法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 這個是新增嘛 修改就是 修改什麼地方 就是它會傳進來 哪個ID 數量 ID跟數量 然後數量如果小一 就不做什麼事了 這個地方 那如果說它是大於 就是一個以上的話 那就怎麼樣 把舊的數量 丟給新的數量 把它存在哪裡呢 存在它的這個變數裡面 那這個變數的話 實際上你可以看到 就是這個變數啦 它是一個array 因為這個數量呢 它可能好幾個 那它會放在它應該放的那個 那個項目的那個數量裡面 對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大概比較能夠可以 具體的了解的話 那程式部分呢 可以透過什麼 PHP來做 那做法上 我剛剛有demo給各位看過 就是說 可以從這邊點擊它對不對 然後呢 按個湊重 選擇這個 按OK 然後這邊會跳出這個 你按確定OK就好了 那它問你說要不要save 因為剛剛我們save OK 確定好了 好 修改一下 它問你說要不要切到debug模式 選擇是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按一下 按下這個繼續 reserve OK 它就會怎麼樣 往下跑 那跑了這個地方 畫面會在這邊出現 你就可以更新 假設我真的做一個 更新的動作的話 那更新 好像執行到 應該是執行到 不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一樣湊重 OK 確定 然後畫面 就會停在 這邊把它先run一下 這個應該前面不用跑 好 那這個地方的話 它 切到這邊來 然後 裡面是空的 所以先新增一個 新增一個之後的話 這邊全跑完 所以如果你設中斷點 它都會 它都會停住 然後你可以切到這邊來 這個是前面的 游覽器 那如果你要更新 一個變兩個 假設你不到這個流程的話 你更新 那因為我這邊有設中斷點 設在哪裡呢 設在這個 這個面有個update有沒有 所以它會停在update的地方 update 那update裡面的到底 它傳進來什麼東西呢 實際上 各位可以看一下 游標你放在上面 它一樣 會告訴你裡面的詞 這裡面的詞 如果你不知道的話 你可以從get裡面的 什麼array5 get裡面的array5 去展開來看一下 相關的東西都在這裡 比如說這個get到什麼 item id 然後它的數量 那數量裡面的話 如果你要知道的話 裡面就會有一個 如果第一個item 因為只有一個項目嘛 所以是15 那數量的話呢 它的 這個是更新後的值 更新後 那我會傳進來的是 這summit裡面的話 也會傳了一些資料 進來 這個不是summit 是按鈕裡面的東西 那這個a裡面的話 更新的 這個也不是 這個是更新update 然後總共更新 這個是原來的數量 更新後的數量 然後把它update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透過一些細節 像上面的這一個 所謂的物件的瀏覽器 裡面大概瀏覽一下 裡面的一些相關的變化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所謂的這個物件 本身也可以看 那問題來了就是說 第一個 我們的PHP的這個除作環境 它是什麼跑出來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大概看一下 這個是最後完成的PHP環境 那你要怎麼樣建立一個PHP的除作環境 讓我們可以輔助什麼 輔助Dreamweb幫我除錯呢 第一個 請各位下載這個軟體 那這個軟體的話 我已經幫各位打包好了 你只要怎樣 在雲端白板裡面 雲端硬碟裡面 找到這個最外層 最外層裡面的話呢 我們需要的環境 第一個就是這個 叫做Eclipse PHP的這一個 這個是第一個 它是一個免安裝板 你把它下載之後的話 解壓縮到 我是放在D碟底下 解壓縮之後的話 就可以執行了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可裝可不裝 要看你之前有沒有裝過JDK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打開之後 發現一個視窗 跳出來跟你講說 沒有什麼JRE Java的Round Time的環境的話 那你就一定要裝 可是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要把這個下載下來裝 JDK 這個JDK的話呢 你除了在我這邊裝 下載之外的話 你在Oracle的網站上面也有 記得是裝那個32位元的 32bit的 你不要裝那個64的 因為我們這邊的話 我記得這個是我是下32的 不是下64的 OK 我會放這兩個東西 那把這個下載之後的話 解壓縮到哪裡呢 我是把它放在我的低疊底下 所以我把它解壓縮之後 解出來 裡面的話 就會有一個 就Eclipse的這個檔案 這邊的這個檔 它因為它是可吸板 所以不需要做任何的安裝動作 先把這個先關掉一下好了 那你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就點兩下 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接下來 其實你還要需要設置幾個地方 才可以完成 特別是因為 這個東西看起來好像沒什麼幾個動作 大概講個幾分鐘就講完了 可是這個是要 我花了大概一整天的時間 就是在摸索 怎麼樣把這個東西變成可以出錯 你們在網路上Google 還不見得可以Google 這個正確的答案 OK 好 第一個的話 我們下載之後的話 然後呢 第二個就是它問你是一個Workspace Workspace Workspace裡面的話 記得喔 請你指向哪裡呢 這個地方請你指向的就是 你的Serve 你的那個有沒有 XAMPP的這個伺服器 底下的這個HT Docs這個路徑 為什麼 因為將來我們要編輯的過程當中 也會需要瀏覽 那瀏覽也需要伺服器 所以喔 這個東西還要配合什麼 配合這個XAMPP的這個Serve 也是要啟動 兩邊才可以搭配 不然的話呢 也是沒辦法Work喔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第一個按OK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呢 再來喔 我們要設置什麼 設置那個 Debug的出錯模式 那特別注意喔 打開來之後的話呢 我這邊先把它全部關掉 Close all 請注意一下喔 在Windows Windows 上面有個視窗喔 這邊有個 這個 屬性的這個 設定裡面呢 記得打開有個PHP PHP裡面有個Debug Debug的部分的話喔 我們要設置一下 我印象中是 這樣子 來 重點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是最重要的 網路上交一大堆 可是我通常把它設置之後 居然不能過 後來發現喔 我稍微 把它簡單講一下 第一個 Windows 的屬性設定喔 這個屬性設定 裡面的PHP PHP裡面呢 找到什麼 找到這個Debug 然後呢 特別注意喔 需要修改的這個地方 就只有這個 本來Debug 它是另外一個版本 另外一個東西 請你把它改成什麼 X-Debug 這個我覺得比較簡單 那當然還有第二種的 除錯工具啦 不過我發現那個設置太麻煩了 這個最簡單 那怎麼設置呢 點它一下 這邊有一個編輯 或點兩下 它預設好像是這一個 就不要用這一個 用這個好像會出問題 沒辦法除錯 這個沒辦法除錯 記得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 X-Debug 按OK 第一個喔 就是除錯的設置 把它改成這個 第一步 但是問題喔 按確定之後的話 你第二步的話呢 還要再把你的設什麼 X-MPP裡面的 X-Debug 要打開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 Eclipse設置好之後 第二步的話 請你再到什麼 這個X-MPP的這個 伺服器裡面 找一個PHP的設置 PHP的設置 裡面的話 記得就是說 在我們的 我是放在低疊底下 如果你是放在其他疊 的話 你就打開它 在PHP裡面 看到有一個檔案 叫做PHP.ini的檔案 它一個是PHP的設定檔 這個 特別是喔 它是一個PHP.ini的檔 如果說它沒有 你沒有顯示 副檔名的話 我建議你乾脆 組合管理裡面 有個內 這個資料夾 選項這邊 把那個 副檔名 這個打勾取消一下 隱藏隱私副檔名 這個打勾取消一下 讓它顯示 那個副檔名 這邊會出現什麼 PHP.ini 這個.ini OK 那做什麼事喔 按右鍵 把它編輯一下 編輯哪些東西呢 請你拉到最下面 會看到有個叫Xdebug 這個地方 它的預設 本來是怎麼樣 裡面 前面都是什麼 一個分號 分號表示說不執行的意思 那請你怎麼樣呢 把這一行 這個下面enter一下 底下不用管 乾脆直接從那個雲端上面 唯有把我設置好的東西 放在雲端白板裡面的FAQ 你們找一下這個有個FAQ FAQ裡面呢 就會有我最後完成的那幾行程式 就是這幾行有沒有 PHP.ini修改 debug模式有沒有 請你把這個幾行 Ctrl-C C 然後怎麼樣 切到那個PHP.ini設定檔 設定檔裡面的話呢 請你怎麼樣 把它貼上去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Xbox裡面 Xdebug裡面 然後原來的東西不要動 反正就是多這一些 但是特別注意就是說 你們可能要注意一下說 你的這個路徑 如果不是低疊的話 請你把它改成別的磁碟 還有這個地方 OK 兩個地方改完之後的話 應該就差不多可以 可以就是做那個除錯的模式 還有這個 還有這個 所以有三個地方 可能要改一下 這個 我跟各位講 看起來沒什麼 我出來 光試這個就試了 試了好久 之前本來就想要弄 可是真的 網路上沒有比較好的 一個解決方案 每個人都講他自己的 另外呢 因為Eclipse的版本 也改了很多個版本 所以每個版本改的方法 也不一樣 那最後我總結一下就這個 這個方法最簡單 貼上去就好了 再來的話呢 就可以進到Eclipse裡面 然後做什麼 新增專案 然後把需要的PHP檔放進來 我們就可以來除錯了 那我想因為 先下個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那怎麼樣建專案 怎麼樣放進來 怎麼樣除錯的流程 大概講一下 如果你這一段會的話 我跟各位講 你等於是比別人 又多了一個技能 還可以除錯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喔